同行相继 大家好我是葛大伟 欢迎收听新一季的同行相继 那在这一季的节目里面呢 其实我会从作词人 然后扩大到整个产业的各个范围 然后来看歌词的不同的面向 那今天我想讲的是歌词的里面的女性 那今天请到一位对谈的来宾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都做过很多女歌手的专辑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想我也很想要跟她聊一下 女性角色在华语流行歌词里面的 一个存在的地位 然后还有就是女歌手的 他们所唱的歌的讯息内容 从以前到现在有什么样的转变 那我今天要请来的是 音乐圈的福德正 你很烦 昨日的孩子 马莎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五月天的马莎 感谢葛大 我应该是这一整个系列 就是唯一的非作词人吧 没有没有 这一期很多没有 不是作词人 哦 好 那今天请你来讲这个题目OK吗 很OK啊 我超喜欢讲这个题目的 因为其实葛大之前 在把这个题目给我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想到是这个题目啦 可是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蛮开心的 因为我就可以回想到其实怎么讲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国中的时候一定是男女分班 对 然后平平那是一个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年代 然后一直到高中的时候 当然我运气还蛮好念到男女和笑这样 但女生还是偏少 你当然还是跟男生在一块 可是我觉得在青春期成长的过程中 你要怎么样认识一个女人 嗯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事情 那如果你生活当中 你没有办法交女朋友 你也没有什么女生的朋友的时候 你不可能从歌门或者是从A片 去了解女人嘛 这没办法 我觉得是是台湾的或华文世界的男生 多半都是在某种这样子的观念下 先去认识女性或认识女性的态度这样子 但我觉得至少华语流行歌 有很多很不错很好的歌词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写的 我觉得其实都交给我蛮多 你应该怎么样去看待一个女人 还有怎么样去了解一个女人的心情这样子 难怪你放话说要录三集了 很好玩啊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是 因为像我现在选这个歌当这一集的开头 就是我第一决买的卡带 就是林一连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但是那个时候 我其实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问我不回家 那时候你国中对不对 我国中我国中的时候 然后想说我只觉得这个歌很好听很顺 然后放学上课的路上会听 但是我到长大才知道 哦为什么谁不回家谁在等谁 国中的时候其实真的不太会在乎这种事 但是你会知道说 哦为什么这个女生这么可怜 我是说这个女生在爱情里面的角色跟态度是什么 但到我自己后来自己进入这一行 然后写了很多女歌手的歌词 然后也慢慢会感觉到说 他们要的不一样 或者说市场想听的不一样 或者我想写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那个变迁是 好像真的要经过这样的对谈去把它带出来会比较好 对我认同你讲这件事 而且对就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其实的确也是我国中那时候唱片这样子 然后那一张我还记得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情人的眼泪 然后那个情人的眼泪是 Dick Lee的编曲 然后是一个很很新潮很新颖很现代的 然后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过 哇这歌可以这样编 这是我那时候第一个最大的印象 后来我即使到现代 你这么小的时候就会这样想 那时候会觉得他很特别很新颖 因为他是一个老歌嘛 对他是一个老歌 大家耳熟能想老歌 可是是一个很新的感觉 这样子很现代的感觉 然后然后我到现在都还是会听 可是那张其实是 走在大街的女子 对那张还有这首歌 然后是走在大街的女子的歌词 让我去了解到 那时候会觉得说 哦嗯一个单身或孤独的女生这样子 因为国中你真的对女生还是很懵懵懂懂的时候 然后尤其是那个年代 很多的你对于所谓爱情这件事的想法 其实是从王杰或张雨生那个上面去学到的 去理解的 你其实不会从女生的角度去想 一个女生到底怎么样 哦那时候还有什么 红唇竹 红唇竹 呃 海水枕兰 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比较年轻的pop song这样子 对可是真的要讲到比较深刻的 的确是是零一连这张 然后还有另外的就是那个 陈淑华的那个那一夜你喝了酒 嗯嗯嗯嗯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最大的疑问是 为什么那个男的喝了酒醉了之后 对要去敲他的门 然后他还在犹豫要不要把门打开 对对 然后你那时候不会碰到这种事情 就是国众你不可能 是什么什么意思 对完全不理解 你后来长大忽然有一天又回头听 就是送外卖的啦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能讲厂商的名字 哈哈哈哈哈哈 反正我那时候忽然就长 就大概到大学之后 啊忽然好像懂了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 这样子的题目都还是很前卫 对对对对对 就想说天哪怎么会有这样的歌 然后他在 不是小情小爱这样子 对他在暗示什么语境 或者说为什么他要讲这个题目 就是因为歌词其实就是反映 当代的社会价值观 或者说社会生活 对而且他会喜欢代表 有很多人有共鸣 对对对 所以所以那个时候 我觉得对我来讲蛮特别的事情是 我在高中的时候 其实很常听这些歌 然后尤其是高中的时候 又听了更多的 在讲女生的或讲女性为出发点的音乐 因为你开始会对这件事情好奇的时候 你真的会从当中就是 去学到怎么样可以不要只从男性的观点 去理解女性在感情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他们的思考逻辑或想法这样子 但但其实写很多女歌手的歌的作词人都还是难 对这是最好玩的一件事 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后面还可以再讨论 好OK 对那我们现在听一下陈淑华的那一夜你喝了酒 这首歌真的太经典了 我到现在还是常常听 一到前奏的时候就整个人就掉进去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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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为什么现在还是会觉得不会过时啊 这是因为我刚刚讲说如果他反映的是当代的那个感情观的话 的確我覺得從企劃跟NR這個角度切入 那張專輯為什麼大家會覺得他非常都會 如果從音樂的角度 雖然說我知道今天要講詞 可是從音樂角度切入的話 我覺得那時候大哥最聰明的一件事情是 那是一個MIDI音樂還沒有很盛行的年代 對他整張全部都是MIDI 而且是正版老師 然後正版老師包辦了大概80%以上的編曲 而且那個時候用全MIDI的人其實沒有那麼多 加上正版老師是很擅長有一些 Fusion音樂跟Jazz音樂感覺的 所以這張很容易直接從前奏 從音樂本身你根本不用看詞 他就有那個年代所謂的都會感 就有一種Urban Music的感覺 我覺得這應該算是華爾語音樂當中 最早出現的所謂Urban Music的潮流 跟感受的一張唱片 這個都會女性的內涵你覺得是什麼 都會女性的內涵嗎 現在好像不會有人這樣講對不對 現在比較少 現在不會啊 大家都都會 每個人都在都會啦 對啊 對 但我覺得在那個年代啊 譬如說淑華姐那個時候那張唱片的造型就很明顯 就是他也不是穿什麼滑服這樣套裝 他就是穿 他就是幹練的女性 對幹練的女性 然後剪了一個短髮這樣子 要爆法國麵包 他那張張好像沒有爆法國麵包吧 前一張 前一張有啦 對對對 但孟女十分這張沒有嘛 然後而且 而且我覺得還滿好玩的是 其實這張專輯名稱叫做跟妳說聽妳說 對 然後然後 好像是用 就是這首孟女十分這首歌好像是用一個 聆聽者的角度 在跟別人 分享說我可以聽妳跟我講什麼 然後我再勸妳怎麼樣 然後可是那個勸的內容是 喔早知道傷心總是難免的 妳又何苦一往情深 那 跟以往的情歌 以往情歌可能比較是卑微的 訴苦的 或是自願自愛 對對對 或者是我那麼愛你為什麼不愛我 為什麼要離開我之類的這種歌 可是這個是 天涯何處無芳草的概念 一種共感 就是他也沒有要說教 但是他 跟你說 你在想的事情其實我理解 對 你何必執著呢 對 現在聽到這首歌是那個 你走你的路 對 其實我也很喜歡這一首歌 這張都好好聽 這張 這張我覺得反而比 剛剛那一首 更 所謂的 夢醒 對 比他更直接 因為 夢醒十分是我在聽別人跟我說 跟我訴苦 我來安慰你 對 可是你走你的路是 我直接對你說 這是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對 而且我選擇用一個比較帥氣跟帥性的態度 對對對對對 然後 然後 有一點是直指著男生的鼻子在講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這是早期的 那個時候的華語流行音樂比較少出現的 對 這種態度的歌詞這樣子 他還是很溫柔 但是他其實已經 已經蠻乾脆的 就是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我跟你沒有關係 這樣子 我可以過我自己的生活 還是過得好好的 你那時候聽到這一張的時候 你多大? 很小 我應該也是從卡帶家裡人在聽 後來自己去買了CD 然後最近又買了黑膠 所以 喔真的嗎 對對對 去去聽裡面的那個 這張真的很讚 真的很讚 連那個什麼 演奏曲 最後演奏曲 還有愛情走過夏日街 對愛情走過夏日街 還有那個 無言那表示 無言那表示 喔 他又歌的 對 無言那表示很厲害 那個副歌就是 那幾個詞 然後一直交換 然後整個句子的意思 就不一樣 輕輕的問一聲 是否我要等 因為夜以這樣聲 夜以這樣聲 你有背耶 是否我要等 輕輕我想問一聲 就是那個年代 我記得我才國中 國 差不多 國二的時候 對 然後那時候聽到這歌詞 我才發現 歌詞可以這樣子 一個句子 明明就這幾個字 可是排列方式不一樣 那一句的 語氣跟感覺 也都完全不一樣 對 那這樣真的蠻經典的 我今天碰到 那個製作大師 陳彥琪這樣 他就說 因為他知道 我愛錄節目 他就說 他也很想知道 為什麼 比如說 我們上一段講到的 女歌手的 這些感情觀啊 或是價值觀 或是生活觀 都是由男性做子人 完成的 大部分 是因為產業結構嗎 還是 你覺得呢 我覺得好像是產業結構 或者是說 因為其實 過去很多的 比如作詞人 或什麼 他還是出生於唱片業 他是可能是企劃 或是主管 或是製作人員 對 的確我覺得 我這件事情 我其實也想了很久 就是 包括聽大哥 或聽其他的 有些女歌手 然後有些歌 大家講說 這歌刻畫 女性刻畫得很深刻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的確都是男性的創作者的角度 來出發的 對 但 我覺得這幾年不一樣啦 對 這也是我們等一下要聊的事情嘛 就是 由女生出發來講 女生想要講的事情 創作女歌手 越來越多 然後性質也越來越不同 我覺得也是一件 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對 我曾經看過一篇 好像是大哥的訪問 還是有人講大哥 就大哥好像講過一句話 說他的歌詞就是在 演那個要唱的人 對 就是 如果他寫 俗號 或寫Sandy 或寫 新小琪 寫這麼多的女歌手 寫奶茶 我覺得 我覺得作詞人 好像真的就是 去進到 那個女生的靈魂裡面 去講 也許是 那個女歌手 要講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他 本質來說 並不是只是要 服慰 那個女性 或者說 聽的女生 我覺得 那個服務的性質 可能遠比 我們想像中的大 比如說我今天寫一個歌 給女歌手的時候 其實男生聽了也會有共感 對 其實他講的還是一個共感 只是說 我選擇用什麼樣子的 敬畏 如果是拍東西的話 他用什麼樣的敬畏 什麼樣子的角度 然後有一個立場 去講一個感情裡面的 某一個事件 對 我覺得就你這個邏輯來講 我們回過頭來看大哥的話 其實我覺得大哥寫這些歌啊 我不知道這樣講我會不會被他罵 你接著說 某個程度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就像你剛剛說的 他可能會想要進入一個女生的思考 然後去幫這個女生寫出來他要唱的東西 可是對我來講 其實他大半是在講 他自己親身經歷的某些事情 只是套在這些女歌手身上 好譬如說領悟的時候 這個不是他跟我們講過 是有一次我忘記什麼時候的演唱會 好像是 周里二人傳的演唱會 然後有一年我去上海看 是周華健大哥跟李宗生大哥 他們聯合辦了一個演唱會這樣子 那我去現場看 然後大哥自己唱領悟 然後唱領悟之前 他用那個後面的字卡 然後有講一下 他那時候寫這首歌的背景 然後好像就是在 日本嗎 對他閉關在日本 然後他說在中暮黑某個地方斜坡上 然後一個小房子 然後被人家催的半死 然後那陣子剛好有一些這個風風雨雨 然後 然後那陣子的風風雨 他又被催得急了 以後來就寫了這首歌這樣子 然後回頭一想 不是啊 這不是 這不是星小琦 或者是哪個女生想講的事情 那其實是大哥自己想講的事情 那 如果從這觀點來看的話 我覺得當你把一些自己的人生經歷或什麼帶進去的話 只要你心思有那樣的細膩 寫到那些很很細微末節的地方的時候 我覺得他就不是要描寫女生或要描寫男生的事情了 所以他就是需要一個女歌手過水對不對 我覺得是過水吧 很多人幫他過水啊 對不對 我懂因為我自己寫歌詞其實也是這樣想 沒錯嘛 我想的是這件事情 可是 有個朋友怎麼樣的時候我就會覺得比較輕鬆 有可能幫你講的時候 尤其是從別人嘴巴唱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不關你的事情 越是跟我不一樣的人講出來就覺得 好 你就覺得可以寫得越深入越真實越深刻 所以大家以後聽到葛大 或看到誰唱葛大的詞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猜葛大最近是不是怎麼了 我覺得 我覺得也不是 我覺得好玩的在於說 你會有那個原本想講的事情 但你會加進去很多你吸收到的養分 不管是我本來就想寫的題目 或是說 我覺得可以怎麼寫 有可能譬如說你本來想幫啦啦寫一首歌 然後你想寫你自己最近發生的事情 可是如果再把啦啦的某部分你了解的個性也拉進來 他就會更豐富而不一樣 或者是那首歌 因為我們通常是先拿到曲 就是我聽到那個曲的時候 他會長成什麼樹 我就把它先想成說 那是往那個路線走 或那個路樹走 然後再去把該黏的東西黏上來 就很像是一個 魔鬼沾一樣 一句沾東西 不過那個什麼 大哥寫給辛小琪的歌 其實領悟我不是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是承認 我覺得承認是在我 我想想看我大學的時候 忽然有一天聽懂承認這首歌的時候 承認的時候我已經進唱信公司了 對啊就大學的時候啊 就我們那時候 你還在念大學 我認識你的時候 我大四啊 對啊我也還在大學 我還言辟耶 你在開什麼玩笑 對齁 對啊 沒有我 我幫你言辟啦 沒有 然後可是你想想看 承認那個時候 我們大概20出頭歲 對不對 可是他講的其實是一段禁忌的戀情 怎麼說 嗯 應該說這兩個都已經各有家室或各有歸宿之後 又可能還偷偷有在聯絡著 有一天又碰在一起了 那這個結局到底該怎麼往下走 嗯 對 就是彼此都有異 但是走不下去 就也不可能走下去嘛 然後承認是我進滾石第一章就是真的去幫忙做執行企劃的案子 然後那個時候那個蔡上文阿文歌 嗯 他就 灌輪給我一個卡帶叫我去剪短板 嗯 然後他就叫我回去聽說 這裡面 專輯裡面的歌 你就喜歡哪一首 我說喔那個裡面有唱承認 因為我沒有看到歌名 嗯 我說那個很好聽 我就去阿文歌那邊剪短板 我就 太好聽了 從前面的那個禪聲 對啊 對對對 我覺得那個禪聲真的是天外飛來一比耶 對 因為歌詞跟夏天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 可是你聽到禪聲你就忽然那個 語境跟空間全部都出來了 對全部都來了 然後加上那個歌詞的內容那樣看下來的時候 我有一陣子聽到那首歌我好絕望 雖然我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可是我看到歌詞我真的覺得 這歌太狠了 講到大哥製作的新女性 應該不能不講這位吧 對 末文位 對 因為 嗯 應該講我覺得大哥持續在幫 很多女歌手寫歌的時候啊 嗯 我都會覺得他在找一種新的東西 跟可能性 嗯 就是不管是描寫的方式 譬如說從一開始的成熟化 嗯 然後甚至後來幫Sandy寫了一些歌 這樣子 然後 對 哇 又或寫不得了 哈哈哈 那張專輯真的不得了 好 我們現在先不要提他 但是我覺得 哈哈哈 我覺得那個 那個 在 木文位的身上 嗯 其實從陰天 我覺得是一個開端 對 他在先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講 因為陰天那樣的歌詞 在不開燈的房間 嗯 然後 然後什麼 和他的照片就放在手邊 嗯 然後什麼 然後有夜嘛 對不對 對 當那個環境你完全就知道 從他那個的描述 你就知道這個女人的年紀大概是多少 以及他生活在什麼樣的地方 嗯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清楚的描繪 然後你也知道那故事的情節就是 好他參加完了 可能前任或某一任的婚禮 婚禮然後回來之後 然後又回到自己的房間 然後在陰天的房間 想到這些事情 嗯 然後可是我覺得 到了十二樓的時候啊 嗯 跟寂寞的戀人 就是在這一張的時候 我覺得 兩個女孩 對 我覺得那一張的描寫又更 範圍又更 範圍又更窄了 嗯 就是他講得更精準 他甚至沒有講他已婚或未婚 對 尤其是十二樓我覺得 這是一首非常非常性感的 一個歌詞這樣子 然後 再講 用一種很異語般的狀態 嗯 因為他所有的詞 其實串起來 連不成一個故事 對 可是他有一個情緒 跟一種狀態 我覺得那是讓我覺得 最 最喜歡的部分 我記得那個時候 因為大哥有時候會找我聊天 然後 他就唸這首歌 好像還沒有錄 然後他就是他寫完一首歌的歌詞 他就唸給我聽 然後我就傻在那邊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聊 日本的流行歌的歌詞 常常是這樣的 就他一句可能是一個意象 或一個畫面 但是不同的畫面 跟意境組成一段 但他未必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就是 他是一個耐人尋味的 就是他有點 讓你去找的 我覺得 對 大哥筆下的Karen 有點是這種感覺 就是他有點神秘 你要去找他 但他是性感又疲憊又孤獨 對 我覺得性感疲憊跟孤獨 是我覺得大哥放在 孤獨威身上的關鍵字 嗯 對 這樣講起來好像 對 的確是 可是我覺得 孤獨威的語氣 跟他的咬字 然後那個很 就是那個 你知道他的唇齒 就是在聽的時候 就會給你那種 軟軟黏黏的感覺 對 所以他在唱這些歌詞的時候 然後那個曖昧就反而變得更美 對 這是我那個時候非常喜歡 這一張的原因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要做到 對所謂的 都會女性的描述啊 這一張其實對我來講 算是進了一個 很大的一步這樣子 即使到現在 我都覺得 好像很難有什麼樣的唱片 是可以 對 剛12樓的音樂一出來的時候 我想說 你拿他來講 現在的男女 我覺得他都是 其實還成立的 對是一樣的 然後 這張專輯還有 藍的館嗎 對還有兩個女孩 起了毛球 對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大哥 也一直在開拓一些 新的感情觀 但那個感情觀 可能是 反映時下人的生活 對 但也許有點太直接 對啊 因為這張 那時候賣得很不好啊 超慘的啊 對啊 然後我還記得這首歌 那時候叫12樓 是因為那時候 靜夜錄音室 就在12樓 對 所以我覺得非常有趣 而且那個 十八台熱情奔放 現在應該很多人不知道十八台是什麼 應該都不知道 以前的時候那個 那個年代第四台的十八台是彩虹頻道 對 所以那時候其實大哥就已經寫了很多蠻露骨的東西在裡頭 對 所以我覺得 因為那時候沒有人敢這樣寫 對那時候真的沒有人敢這樣寫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非常酷這樣 非常喜歡 一碗冷湯 對 那個冷 他用到冷湯 對 那一句真的是 對這句就是 要命欸 他沒有講好像沒有講什麼 但是超級 對 最後只喝了一碗冷湯 對 所以他的那個生活跟形象完全形塑 好像立體就在裡面 對 他好像只是在描述 這個人 這個人 每一個動作 他在家裡的每一個動作 或他的環境有什麼東西 可是其實什麼都說了 對 然後現在聽到這個是 梁靜茹的第三者 你為什麼會選這首歌 我其實非常喜歡這一首歌 這首歌 我覺得 這首歌在哪一張專輯裡面 美麗人生 對在美麗人生 因為這一張我記得 對 前面的歌都很強這樣子 然後好歌很多 然後我覺得第三者 那個時候我自己聽的時候 聽到的時候 我仔細聽了那個歌詞 很可怕 很可怕 我整個驚為天人 就是裡面的角色其實換了 好幾次 就是 他一方面又是主動講 我是這個故事的第三者 忽然到下一段的時候 他也沒有怪對方 他也跳成了被害者的那一方這樣子 然後 因為通常 關於所謂的第三者 或者是出軌戀情這種的歌詞 他的角色如果不是那個男主角 就會是其中一個女主角 可是 他是控訴的那一個人嗎 通常 對通常都會是控訴的那一個人 可是這一首歌是 這個故事的兩個女生在對談 對 這是我那個時候覺得這個 真的太厲害的地方 然後 而且我覺得非常難唱 就是你要怎麼樣 用什麼樣的語氣去把這麼複雜 可是 想要試著坦然 但不可能坦然的 情緒給表達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 靖茹這首歌真的唱得非常好 你覺得那時候沒有太大的反應 是因為他走得太前面嗎 還是大家讀不懂歌詞裡面的 我覺得太前面 然後另外一點是 他需要去靜下心 要不然你只會對副歌的第一句 知道他只是 對第三者這樣子 可是可是他是整個主歌到副歌 你真的要靜下心去看到每句歌詞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 我的媽啊這歌詞真的不得了 他是跟他的對手欣欣相喜嗎 就是對他還是不錯的啦 那你喜歡就 那個第三者到底是誰呢 就我跟那個女生在對話嗎 這個男的也許是 是局外人的 對 就是那個男的是局外人的 就是就是對 不管誰是第三者 可是就是這兩個女生的對話這樣子 對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女生 願意兩個人來翻唱這一首歌 你可以做女也 我覺得 很難 沒有我覺得這好難翻唱 真的太難了 對因為他對話也不對 因為他是一個自己在 就是你要說他對話也是 可是好像又是他在跟自己說話 對 然後然後 然後又是一個正公在跟小山講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中間就是我覺得最好的一點是 雖然這是一個從男生的角度寫的歌詞 然後來揣摩兩個女生的歌詞 心境的歌詞 可是可是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要保護那個男生的意思 對 反而是真的很純然的從女生的出發點 我們不要去管那男生到底怎麼樣 就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事情 來講這一個故事 其實我覺得大哥的筆觸就是 我永遠覺得自己永遠寫不出這樣子的歌詞 但是他一直影響著我 怎麼樣去看待感情 或者說我今天要寫一首情歌的時候 原來我可以這樣看 原來我並不只是怨嘆或怪罪 有時候更惹人心疼的不是這些事 對 就我後來寫很多歌的時候 其實我從我一直以來聽大哥的歌 然後看大哥的歌詞裡面學到的 就是這麼 就是這麼豐富 你看他從人生累積下來的東西 有啊他跟我講話五分鐘 我就馬上衝 超級快速的那種行動電源 然後我跟他講話 我就知道 就是馬上就 馬上就知道 就衝飽了這樣 對 我那時候做惠倫上一張 真面目的時候 也是去跟他聊天聊了二十分鐘 聊完我就說 我知道我要做什麼 我跟你講我覺得大哥這幾年 最好玩的一件事 不管拿哪個女歌手去請教他 他都會跟你說 就是做一個 四十歲的 少婦 對 他最近對少婦這件事好像非常有興趣 有啊 對 所以他跟每個人都講一樣 好像是 我拿家家去問他 他也說他就是有沒有 對 狂放 然後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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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令 對不對 我好像問過劍齊還是什麼 還是大哥自己說的 阿令 就是少婦 有姿色的少婦 我問惠倫也是一樣 也是嘛對不對 可是 也很好聽 但我覺得 這樣子的關注是對的 因為 有時候我們在做唱片的時候 都會陷到一個盲點或迷思 就是年輕人在聽什麼 年輕人在聽什麼 但是 沒有啊人的心是一直 會成長 對啊會成長的 你不能一直在做 時代是不一樣 對啊 那三十歲的人 四十歲的人 少婦他也有想要聽的東西 或者是說 我們藉由少婦這一個 沒才去講 做詞人想要講的東西 或者是 聽眾想要聽的東西 就是你在聽的時候 並不是喔原來只有少婦才聽得懂 而是裡面一定有一些東西是可以 讓自己被啟發的 對對對 有有有有 你怎麼會選這首歌 這首歌是 是大哥自己的專輯的第二張 給所有單身女子 然後 我那個時候 我想想看 我高中的時候 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我有點 就是整個求學階段被大哥影響 就是你聽大哥做那些唱片 然後包括這些歌 給所有單身女子 所以我從高中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 我就一直喜歡年紀比我大一點 你不知道 就一直對那種 年紀比我 對對對 有遐想 對姐姐類的這樣子 然後就一直對 對 對年輕的 我就覺得還好 然後我就會覺得 一個像大哥這樣角色的一個創作者 然後他特別寫一首歌 然後再給一個單身的女生 然後不管是揣測也好 或者是 或者是揣摩 我都覺得這首歌是一種很特別的關心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對我來講就 埋下了很深刻的就是我要怎麼樣去去理解女性 對 或理解女生該怎麼樣聽他們說話 你在聽這些歌的時候 你是想著 理解他們還是你從中也得到一些 我當然從中也會得到 得到一些嘛 畢竟是一個 一個年紀比你長的 長者智者 他在用他寫下的東西告訴你 他覺得女生是什麼樣子的一種生物這樣子 對 那我們繼續聽這首給所有單身女子 下一段繼續回來聊 大家好我是葛大偉 你現在收聽的是期間限定的 新一季的同行相繼 那你現在聽到的是陶晶瑩的姐姐妹 你站起來今天的特別來賓 是還沒有聊完的瑪莎 哈囉大家好我是瑪莎 要開始我們要把focus放在一個女生的身上 怎麼去描寫更貼切 然後可是我覺得2000之後就完全不同了 就是女力爆炸的年代 我覺得是不是整個流行 因為產業有很多女性的創作人 跟或是說企劃在做人設的時候 已經有一些不一樣的思考 我覺得是2000左右開始 你在螢幕上看到的女生的形象 已經跟2000以前的完全不一樣了 對譬如說桃子姐 這個姐姐妹妹站起來 我覺得那時候桃子姐 因為她我還記得那時候她在 某個電視台有每天帶狀 娛樂新聞 對那娛樂新聞的時候她造型很多遍 對 講話也很犀利 桃子姐本來就是一個非常聰明 然後很伶牙俐齒 然後反應又非常快的 所以我覺得某個程度在那個時候 她唱這個歌是非常合理的 對 就是由她站出來 然後跟大家說 我們不用一定要躲在男人的背後幹嘛這樣子 大姐頭 對就是一個大姐頭的樣子 所以她唱這歌那時候就覺得哇超合理的 然後又那個俏皮跟直接的方式其實又很塌 對 然後我覺得女生也很喜歡這首歌吧 我覺得男生女生應該都滿喜歡的 男生我不知道有些男生聽到會不會覺得很受傷 我不知道 對啊那個直男就會覺得 十個男生 十個男人七個傻 八個呆九個壞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男性跟女性的那種爭鋒相對 或是說女性變強大這件事情 好像就是在千幾年左右開始變成一個 某種趨勢對不對 顯學 顯學嗎 對啊 所以你覺得男人的地位岌岌可危 其實我覺得沒有欸 應該我覺得她就是往平等的趨勢走 就是你強我也強 而不是說我強你就是要弱 而是說我看清楚你的好跟不好 因為她還是要 誰沒有人追起來嗎 還是要愛起來嗎 但的確我那時候覺得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我好像沒有跟人家分享過 我覺得兩千年後啊 就是 就是很多的男歌手的的 AMR或企劃 整個人設的包裝 都會比較偏中性去走 你真的在他們的歌詞 或他們的音樂 感受到男性荷爾蒙的 那時候我自己覺得 大概只有 大概只有 五百根陳奕迅吧 你說千禧年左右嗎 千禧年後 我覺得後來有越來越有 可是像我早期寫歌詞的時候 比如說如果我寫男歌手的歌 然後我寫完歌詞 所以唱片公司就會把你啊他 全部都換成女字編 他要強調 要針對 對你 就是男歌手唱的不能是對男生 要對女生 要有一個特定的女性對象 這樣子 sorry 但我的意思是 我說那天 所謂的男歌手在唱情歌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種很溫柔 然後很 很純情 對對對 或者是很王子般的狀態這樣子 可是 可是 五百不一樣嘛 五百就是 有某種霸氣在那個地方 然後 然後 陳奕迅 就是他會把那種 last order 裡面那一種狀態就是 就是 好像 他沒有既定的男性印象或 女性 印象在裡面 還是 我的意思是 譬如說last order在講就是 他就是一個 失戀 失戀之後 然後去到吧裡面 這樣子 然後然後 然後 約到了一個女生 然後回到家 又嫌他窮 然後人又散掉了 這樣子 就是 這是一個很 很男人的事情 這樣子 可是你反而很少在其他人的歌 會聽到類似這樣子的故事啊 對 好那我們回來女生這件事 我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其實就很想問你剛剛講的 就是 我自己寫那麼多歌詞 就是 但你寫的應該還是大部分給女生比較多 對不對 嗯 對 但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女歌手的歌詞好像層次比較豐富 男歌手的歌詞 他 來的order 就真的是比較 簡單而直接 對 他就是純情 專情 受傷 委屈 好像沒有太多像 我們上一集講的那麼多 轉折或角度 對啊 這到底是為什麼 我就覺得男歌手歌詞是不是比較無聊 但到底說男生應該有更多東西可以寫 還是說 如果你真的轉折那麼多的時候 一般的直男就不喜歡這樣子的歌 就覺得 就是 哪有這樣子 對不對 我就是要唱天高地厚 對不對 就是 男性荷爾蒙爆棚的歌這樣子 對 也許也有可能吧 所以我覺得 寫女歌手的歌 就像我們上一集講的嘛 就是比如說我用那個 梅材去講 我覺得他可以講的訊息的時候 我好像可以放比較多的東西進去 嗯 對我可以去想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寫法 去寫同樣一件事 好像的確這些事情 你從你生活中你會聽到 就是比較多 比較細膩的東西放在裡頭的時候 的確在生活中 你會從女生的朋友 有聽到他們講這類的事情 男生好像就不會 對 我覺得好像 對男生應該就是沒有啦 沒有什麼 就就被罵而已 那五月天的歌 歌詞很 層次很多 真的嗎 你可以跟他姓講 我會跟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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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跟他說 但是我們剛剛講 那個時 時間點有很多怪怪的女生出現 不管是歌手或是創作人 我們就不能不講到 林小培跟陳三妮 喔對 兩個都是友善的狗 出來的女歌手 對 然後 這一首就是橫空出世的煩 對 煩那個時候 大家會覺得這種歌 其實應該不會是一個女生在唱的 因為女生如果好像公開的 講唱煩的時候或什麼 就是 我不知道耶 是不是大家會覺得 如果女生公開的表露 在那個年代表露自己的不悅或不開心的時候 是不是比較不容易被喜歡 對 我覺得好像就華語市場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在找尋一些反叛點 但是又不知道那個 要拿捏到什麼尺度 比如說我之前有被要求過說 你可以寫一首歌 那我們有一個新人 然後希望就把它寫成壞女生 就是壞 但那個壞又不能壞到哪裡去 然後我就寫完一版 他就說這個太壞了 可不可以回來一點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好 要回來一點 他就說又沒那麼壞了 可以再壞一點點嗎 我說你要不要舉個例子給我 到底是什麼 這真的很難耶 我不知道因為它是一個 不是量化的東西嗎 對對對 這是一個很感覺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對女生來講 尤其是女生的消費者 我不曉得啦 我也好奇 就是大家其實都在找 或者期待一個可以有一點壞的女生 嗯 但是 他要壞到什麼程度 才不會讓女生討厭 也不會讓男生害怕 對 這是一個蠻困難的事情 那譬如說 林曉培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我記得 應該是喜歡他的女生 比男生還要多 對不對 好像是 對應該通常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那時候他的確也短髮嘛 就是有點 有一點 剛好那時候也 對對 然後那時候艾薇爾也出來沒多久 對不對 差不多年代 他就是個漢 漢的 對很漢的女生這樣子 嗯 對 然後陳山寧是我覺得 從以前到現在啦 嗯 他應該都是一個 還蠻做自己的 嗯 角色這樣子 嗯 然後 我很喜歡 他的歌詞是 嗯 他其實沒有急著 在自己的歌曲裡頭 表達他是一個女生這件事情 嗯 因為我知道 我覺得有些女性創作者 可能會為了 去 去 去 捍衛自己是女生的這件事情 嗯 而去強調 這是一個女生的創作者 所寫的東西 嗯 可是陳山寧我覺得他在寫很多東西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撇開這一切了 嗯 對 不管是提感情的 然後提觀察的 嗯 然後 提他的想法的 不管是尖銳的 或是什麼 他就是一個很女生的觀點 對 就是你會知道說 你是一個很女生的觀點 完全能夠想像你坐在 房間的哪個角落 對 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講出什麼樣的話 對 但是他並沒有 你會比較刻意去 先去標籤跟強調他自己 強調我 這是那個時候讓我覺得 很 很特別的一件事 應該從很早起 我就一直開始聽他的唱片 然後一直到 我從來不是個幽默女生 這一張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覺得 他把他很多的想法 終於可以很完整的 在一張唱片裡面 然後表達得非常好這樣 山尼的歌詞從 過去我們剛剛講那個很清楚的 知道他自己在哪裡的狀態 到後面充滿訊息感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我每次看他 我每次就是需要吸收一些養分的時候 我其實就會去看他的歌詞 就是啊為什麼我不能寫出這種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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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我覺得他的歌詞 你知道你應該跟他聊過天嗎 跟他聊天他真的是一個 AI聊天機器人 真的很可怕訊息量很大 對然後噼哩啪啦講不停 我覺得我講話已經是 就是大家會拜託我慢一點 或停下來的那一種人了 可是我跟他聊天有時候 我還是會覺得我有點招架不住這樣子 然後思考跳躍的非常快這樣子 所以其實跟他聊天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可是當他把這所有的想法 濃縮到歌詞裡面去的時候 你知道我每次聽他的唱片啊 我真的是 但是我必須要精神好的時候 對對對對 然後就差沒有沐浴淨聲了這樣 然後就焚香超勤開始在聽這一張唱片 要不然你會真的很 很容易不小心就錯過了 錯過一些細節 演唱會也是他演唱會也是 就一直注意很多地方 資訊量非常的大 非常大 對但我覺得可以把這麼多的資訊量 執行到這麼多的細節去 其實是蠻需要很大的 的心力跟很細心的那個付出 這個會不會是女性創作人 比較容易做到的事你覺得 就生活上或是還是不一定 不一定我覺得不覺得 我覺得就是陳霞你這個人這樣子而已 完蛋了 我被他聽到我會怎麼樣 不會啦不會 我過年前碰到他 然後我們就聊天 我就說快過年了 他說快過年了 他不知道要過年了 我就說你沒有看你周圍的人 沒有人在工作嘛 他不care過年吧 他不care過年 他會一直在工作吧 是他一直在一個工作模式 過什麼年啊 他一定是這樣子啊 對 大家好我是葛大偉 歡迎回來同行相繼 這一段 我們要來講一下 瑪莎的女子圖鑑 哇塞 這樣講好可怕呀 因為你列了一些歌單 然後列了一些歌手這樣 我蠻好奇你怎麼看待 就是我自己也是一個ANR這樣子 我也很好奇 你怎麼去看待 這些女性唱作人好了 嗯 我覺得對我來說 其實很多的 對女生的認識 那個年代 在國中高中的時候 的確來自於 雖然是女歌手 但那些歌其實都是有 唱片公司 對 唱片公司包裝 然後男性創作 很多是男性創作人寫的 可是 當我開始認識越來越多 女性的創作者 尤其是在千禧年以後 嗯 那陣子忽然 出來非常多 傑出的女性創作者 嗯 然後 他們的風格 其實差異非常的大 嗯 然後從他們的詞 有的時候我其實反而 可以得到更多 不一樣的東西 嗯 有的時候你甚至會覺得 你不要把所謂的女性創作者 女性這個詞 加在他們身上的時候 他們的創作格局 反而比男生還大得多 對 對 他們常常會想到一些 我們完全不會注意到的事 不管是大的或是小的 他都能夠碰觸到 對 然後 然後 對啊 我就是有點 那個時候真的聽到他們唱片的時候 真的會覺得Mind Blowing 現在聽到那個 黃小禎的那個 15秒練習曲 嗯 那一年剛聽到的時候 驚驚為天人 嗯 對 就是 不論他的造型 可是 你光從他的創作裡頭 他寫的那些東西 就是 其實非常白話又直接 嗯 可是那個心情是很細膩的 嗯 講到黃小禎我也喜歡起真 嗯 嗯 講到起真 其實起真是另外一種類型 嗯 對 然後 我覺得起真是 一個糖衣包裹著的惡魔 怎麼說 對我來講 起真的不管 就是他寫的歌 他的音樂 還有他的詞 嗯 然後還有他的編曲 整個的唱片的style 甚至他這個人講話 嗯 可是他寫的東西啊 他的歌詞啊 都有一個很 很 很尖銳 或者是很 很硬 對 很硬的部分在裡頭 是你知道你沒有辦法去challenge 沒有辦法去挑戰他的那個部分 他的很自我的部分 然後 然後甚至有時候還會出現一些很黑暗的部分 他完全 不像是那個歌詞表面上看起來沒有傷害 然後他唱起來也沒什麼傷害 所以我不會把他歸類在仙女那裡露宿 對 他根本是魔女啊 是魔女我覺得 對啊 我很好奇奇真 腦內的那個運算器 就當他說好啊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進到一個很 對對對 你知道他的好啊從來不是真的好啊 對對對 我就說好啊然後就 他就開始運算這樣 然後這幾天之後你就會得到一個答案 但是那個答案他如果肯交出來 就是他當下覺得唯一的答案 他並不是那麼隨隨便便 對或猶疑的這一種 我剛剛說為什麼是裹著唐一的毒藥 就是你就是知道他有毒嘛 可是他唱起來又甜甜的 然後歌又很好聽 對 但你就是還是會想聽他 就是你明天知道他有毒 你還是每次都想吃一粒下去 然後一粒吃完之後你就覺得 哇不對這有毒 然後我還想再吃第二粒 這是雷根糖的 對就是每一次 而且就是我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再去聽那些歌就會 就我有時候聽旅行的意義 想說為什麼我現在聽的時候 那個那個讀的那個感覺又不太一樣 對就是每次被讀到感覺不一樣 然後但莫名其妙過一陣子 你還是會想再拿出來聽這樣子 對 然後歌詞又是簡單的 就那個簡單讓你 好像被印在腦子裡面 對 可是他那個刀子戳下去的時候 真的 唉 我們這樣講他會開心嗎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會不會開心 可是照他的個性我覺得他應該會偷笑吧 蔡瑪莎你現在才知道嗎 你還列了一個許家瑩 對 拉拉是我覺得另外一個有趣的 這個應該不是仙女或魔女吧 他不是耶 我覺得他他好特別喔 就是我跟他講話次數其實沒有很多 你應該比較多 嗯 然後感覺是一個乖乖牌 嗯 就講話的時候 然後避空避盡的 然後也很有禮貌這樣子 嗯 然後 可是我在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嗯 他自己的詞的創作當然到沒有那麼多 嗯 然後慢慢的你會了解 其實他腦子滿不一樣的 嗯 然後但我知道他不是我的年齡 嗯 我同輩的女生會有的想法 譬如說 起針或者是環島針 嗯 我可能都可以理解說 OK我這一輩差不多年紀的 六年級 七年級左右的 可能大家差不多背景成長之下 嗯 女生的想法是這樣 他們描述事情的方式是這樣 可是 拉拉是真的完全是另外一種 可是我可以找到另外一種 比較年輕的女生 他們在理解一件事情的方式 嗯 然後 現在播 我會選雛琴是 他真的是去年啊 嗯 聽那麼多歌下來 嗯 我第一次聽啊 我還記得我在高鐵上聽 你掉眼淚嗎 我掉眼淚 我真的掉眼淚 我覺得好我沒用喔 哈哈哈哈 可是 對不起 可是我真的覺得 我會很驚訝是因為 我已經工作這麼多年 你已經聽那麼多歌了 我覺得會讓你掉眼淚的歌 你心都已經長繭了 對 其實其實 會掉眼淚更少 可是這首歌我聽到他副歌在唱沒有關係 嗯 然後我喜歡我們的不積極 這樣子 然後我就忽然覺得 我完全可以理解那個心情 嗯嗯 我覺得這是很細膩的一件事情 對 就是當你對一件事情覺得很滿足 然後 你也不特別去強求的時候 嗯 在某種很奇妙的平衡的狀態 嗯 那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感的感覺 嗯 這樣子 所以我會 完全理解他在這首歌裡頭寫的 他既不是不是一種抱怨 嗯 但 也不是一種滿足 嗯 他在表達一種很細膩的東西 這樣子 這是我覺得這首歌歌詞 讓我覺得很感動的地方 而且我覺得這是別人寫不來的 對 我覺得 拉拉對我來講就是一個裹著糖衣的 懶骨頭 哈哈 他平常就是看起來懶懶散散 就是 他其實 他覺得他自己很廢 但他其實他的能量是 爆發型的 比如說 嗯 你覺得不積極這件事情 他覺得 我就是很懶散 我就是沒有像別人那樣 很有企圖心或什麼 嗯 但你逼他一下的時候 他就是有他的那個 張力會出現 就是我覺得 這就是我認識的他吧 就是平常看起來 就是 好像懶懶的 很無為這樣 但是 但其實 哪些東西該有所謂 他自己很清楚 對對對 然後他會在事實的時候爆發 所以 包括他的暗黑或是溫暖 或者是 悲傷快樂這種情緒 我覺得 他都是在找一個點 他自己知道有一個點 就是他也許自己都不知道那個點在那邊 他其實很含蓄對不對 我覺得他 他對他情緒的描寫其實是非常少的 然後他會盡量用假戒的方式去代表他的情緒 很模糊的帶過 對 對 所以我覺得他歌詞有一種 就像你剛剛講的 不是我們 的習慣的那一種寫法 所以他 曾經懷疑過自己是不是寫得不好或什麼 我就說沒有 我一看就知道那個是你的歌詞 對阿 我覺得不是耶 只是那東西真的需要一點時間 這樣子 對 而且我覺得他們長成了自己獨特的樣子 他就開創了一個他自己的歌詞的路 我覺得包括他或包括艾依良都是這樣 就是你看到你認得他 而且他用一個他自己的比喻方式去講 原來我也是這樣想 或是原來我能夠同意的一個觀點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是很珍貴 就是我自己在做製作企劃的過程裡面 我都不希望抹煞掉這些歌手的不自信 或不積極 就是你只要寫出你自己的東西 只要不是寫出錯的東西 或是真的是沒有內容的東西 我覺得他們就自己長成一個 就是會被印記下來 只要不違背你的心 然後只要是你的語氣 他都可以成立這樣子 就是 不要管大家有沒有辦法 或人家有辦法第一時間馬上理解這樣 我覺得這是的確是真的 最近的許多的女歌手 創作女歌手 其實蠻常給我有這樣子的感覺 我覺得 越來越敢往自己 所謂的語氣這件事情去揣摩 跟寫出來 就像你剛剛說 吟良也是 我覺得以前講 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心 好像是負面的用詞 但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基本配備 就是這些歌手或是創作人 他必須要懂得怎麼樣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心 他才能夠去帶給別人東西 我覺得這樣也是一種不得不 因為現在的音樂分眾真的越來越細了這樣子 然後當分眾越來越細的時候 你越來越不曉得 所謂的大眾到底會喜歡的是什麼東西 那與其去猜測最大公約數在哪裡 然後讓自己變得不倫不類 那為什麼我不好好扮演 做好我自己 對做好我自己 然後讓真的喜歡這些 或者是找到自己分眾在哪裡的那些聽眾 可以去找到自己的族類在什麼地方這樣子 對 所以比如說女性角色這件事情 在分眾式的時代下面 你覺得更容易做自己還是更容易不被看到 我覺得時代不一樣了 女性反而比男性更容易做自己 在現在這個年代我覺得反正 現在是男生不太容易做自己 就不知道做什麼 對啊 就很尷尬你知道就是 現在貶低男生的詞越來越多了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如果你太太粗狂 人家說你台對不對 然後有時候如果太婉約 人家說你娘對不對 然後 不知道要幹嘛 對太秀氣 然後人家也嫌你這樣子 然後 然後 然後很調皮 人家說你中二 嗯嗯 喔對 對 好像就是這些類 對 然後如果我什麼都不管 我就關起門來做這些事 人家說你宅 嗯 那我到底該怎麼辦啊 哈哈哈哈 對不對 然後現在就是女生做什麼都對 啊完蛋了 這集這樣出去我會完蛋 不會不會 我幫男生講一下話嘛 對所以 所以 我當然欣賞現在這麼多不一樣的女性創作者 然後最後是白安 對我覺得白安是一個很 往內探索自己的人 他一直都在檢討自己跟環境之間的差異是什麼 這是我覺得另外一種女生創作者 處在現在這個世界 尤其是年紀比較小的創作者 他們一直在探討的一些事情 我也是跟他工作之後才發現他想的蠻深 他想很深他根本就是一個老靈魂 蠻老的 對 我認識對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才十八九歲還十七歲 好像還未成年 現在大概七十幾了吧 我覺得他現在應該七十幾 對他真的是吸收蠻多東西 然後他 也想很多 可是我覺得他最可愛的一點 就是他講話還是天天傻傻的 就還是一個小女生的樣子 只是他在思考關於創作或音樂這件事 還有他跟自己 他自己跟這個世界之間的 那個連結或關係的時候 他的確是一個想很遠很遠的人這樣子 我們這樣一路聊下來就是 發現女生真的變蠻多的 真的變很多 對 就是我可以舉個例子 其實大家如果去聽莫文蔚的婦女心知 其實在二十年前的時候 黃偉文有寫一個 2001年的婦女心知 但他二十年後2021年的時候 他又寫了一個新的版本 然後中間就是他用類似的比喻 但是其實你知道女生已經不一樣了 他們在講的事情或關心的事情 對可能二十年前女生就是 我要自己漂亮 我要愛自己 我要讓別人愛我 但是到2021的時候是 不好意思我有很多男朋友 或是不好意思 我有我自己可以選擇的慾望 跟不管是物質的精神上 所以我覺得也並不是說女生改變了 而是說我覺得 比較多女生勇於講出自己的生活方式 或者是自己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現在女生的歌詞 除了情歌以外 我覺得也有很多不同的面貌 現在聽到這首歌 是我跟瑪莎都有列的 洪沛宇的不在一起就不會分開 這首歌在這個時間點出來 好像他沒有已經 你不會去想到他是什麼 讀會女性或什麼 因為我覺得現在已經是一個 去性別化的時代 某種普遍的狀態 對就是男生也可以女生也可以 或是不管任何性別的 對 或是性取向的人 他都會有這樣子的感觸 對其實是 對所以我就會想到說 現在好像不會有人在寫歌子 寫說女人應該怎麼樣 或是 我是怎樣的女子或什麼 我覺得好像已經不會這樣講 而是說 我們好像都盡量去掉那一些紫色 我覺得 我覺得 時代不一樣 的確好像真的 就是 很多的情歌 我自己有時候覺得 就譬如說 我們有時候收歌嘛 會討論這首歌 適不適合男生唱 或適不適合女生唱 但其實時間久 你會覺得 好的情歌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對 你有感情這件事是 不管你是哪種性別 或你的對象是哪種性別 你都會有這樣子的情感 反而你去做那樣子的框架的時候 你反而減少了可能會來聽的 對你反而減少了 別人可能會產生共鳴的可能性 或是說我去KTV唱歌的時候 那句我到底要唱女人還是男人 或對象是誰 有時候甚至我覺得連物體都是 我有一次看到一個訪問 還是他就說 為什麼都要講女導演 女演員 而不是 他是一位很好的導演 他是一位很好的律師 你非要去用一個女性去框架在上面 所以我覺得 好像趨勢到現在就是我 我們不要去 也不會去框架這個性別 在不管是情歌或是各種的題目裡面 的確好像是這樣子 我很難得有機會跟你聊歌詞的事情 對啊就是燒腦一下 我覺得就是 我也會從裡面學到很多不同觀看的觀念 其實我自己也是 而且你一弄那個題目出來的時候 前一天還在做功課 在找心裡的那些歌 當主題出來的時候 哇昨天差點捨不得睡 沒有哭了吧 差一點點 我很沒用 我就是個聽音樂很容易掉眼淚的人 這樣子 對沒辦法 今天非常謝謝馬莎來 謝謝 謝謝各大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